Pesky无密码登入是一种基于FIDO的密码,它使用您的iPhone或Mac的生物识别数据,例如FaceID脸部或TouchID指纹进行身份验证。 仅依赖密码的身份验证,是最重大的网络安全问题之一。 对消费者而言,管理大量密码是一项极为繁琐的任务,这通常会导致消费者反复使用相同的密码登入不同服务。 这种做法的代价高昂,可能导致账户接管、资料外泄、甚至身份被盗等问题。 虽然密码管理器和传统形式的双重认证已渐渐改善这些问题,与此同时,整体产业也一直在进行合作,以创造更方便、更安全的登入技术。 Pesky基于标准的验证功能得到扩展后,网页和APP将能提供端对端无密码选项,使用者将可透过与解锁装置相同的操作,以指纹或脸部的简单验证或装置PIN等方式登入, 它们在一天当中会多次进行此类操作,与密码和传统的多因素技术如以简讯发送一次性密码相比,这种新方法可以防范网络钓鱼,登入安全性也将大幅跃升。 在iPhone上,Pesky可以用来登录应用程序和网站,使用Pesky登录时,您只需在iPhone上点击一个按钮即可,Apple会使用您的生物识别数据来验证您的身份。 你可以制作并处通行密钥来取代用于登入iPhone上已支援APP和网站的密码,通行密钥比密码还要安全,因为是你的装置为每个账号产生的专属密钥,且较不容易受到钓鱼攻击, 它们可以在你使用相同Apple ID登入的所有装置上使用,跟密码一样,通行密钥经过加密并储存在你的iCloud钥匙圈中,任何人包括Apple都看不到它们。 你可以为支援通行密钥的App和网站制作并储存通行密钥,制作并储存通行密钥的指示可能会因为App、网站或浏览器而有所不同,你可以在同一个App或网站中同时使用通行密钥和密码,可在设定密码中的相同账号底下查看。